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使多个监视器的画面同时显示在一个 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图 也就是说我八个摄像机拍到的场景 其实应该由八个显示器分别去进行显示 但是我们多画面分割器可以进行任意的画面的分割和组合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图示是把这八个视频信号都放在了一个显示器上 这就是多画面分割器的作用 那么我们要强调的是在回放的时候 我们仍然以分割后的画面进行回放 那么回放的时候 我们仍然以分割后的画面进行回放 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磁带 此时此刻我们是模拟视频监控阶段 我们的磁带去调出我们存储的这个视频信号的时候 我们依然放的是此时此刻屏幕上显示的这一帧的这样一个画面 也就是八个场景在同一幅画面当中 如果需要画面单独回放的话 如果需要单画面回放的话 那么只能是进行电子的放大 那么这种电子放大呢 必然没有原始图像那么清楚 必然没有我们摄像机踩过来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举重 我们实际上摄像机踩到的画面 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举重的一个画面 也就是如我们右图所示的这个画面 但是我们在回放的时候 怎么样呢 我们只是把这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回放出来 如果要是想单画面回放的话 我们只能把这一小部分 我们只能把这一小部分呢 进行一个放大 所以呢就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呢它能够满足什么 它能够满足同一显示器上 去监视多画面这样一种功能 我们叫做多画面分割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多画面处理器 多画面处理器呢 它实际上是我们第二个重要的设备 它是利用的时间分割技术 按照图像最小单位 也就是我们说的场或者是真的图像的时间 依序显示或者存储 那么我们说概念呢比较深色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 具体的这个场景 比如说我们有四个摄像头 分别拍到了举重 棒球 射击和足球 那么我们多画面处理器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具体的存储设备当中 我们第一针去存举重 下面呢我们马上去存棒球 再下来我们去存射击 再下来我们去存足球 紧接着我们再一个轮回 再一个轮回 那当我们进行回放的时候呀 比如说我们要回放棒球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所有棒球的这些针呢 也就是这个第二针 和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第六针 把棒球的这个图像呢 组合到一起 显示到我们的显示器上 显示到我们的显示器上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我们人眼呢 是分辨不出来的 因为在我们的人眼当中 我们视网膜去进行视频的这个 有一定的延迟 所以我们看起来 还是一个连续的这样一个画面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从它的地位来讲呢 这部分授课 是一个唯一我们说跑偏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已经说了 模拟视频监控系统啊 现在呢 逐渐走向了一个衰落 那么整个闭路监视监控 与网络智能 是基本上没有关系的 但是由于模拟视频监控系统 它的发展的比较早 技术呢 非常的成熟 因此直到现在为止呢 仍然有大量的 或者说大规模的应用呢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所以呢 我们说还是需要 去详细的了解这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的关键知识点呢 有摄像机镜头的这样一个选择 包括镜头的焦距 感光度等等问题啊 这个我们希望大家下来呢 进行一个认真的复习 第二个是多画面分割器 它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原理 第三个是多画面处理器 工作的原理 这是我们这一小节 也就是我们这一章的内容呢 也就结束了 谢谢您的观看与聆听